歡迎收看德意股市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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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你也聽一下 很開心 當然 因為今年是最後一個教育日 過了 你看到我已經晚了 很多人會講說 2015年我們要滿心的期待 真的要滿心的期待 如果你2014年 你真的沒有賺到什麼錢 那你該怎麼辦 他想2015年 對 真的是這樣 很多人在做股票的時候 大家媽的說 我真的很苦 我很苦 不要很苦 真的不要苦 你每天如果心情都很不好 很不好很不好 你股票怎麼做得贏 那不是這樣 對 那今天 是一個很好的日子 因為今天接下來就要放連續假期 那你在放連續假期的時候 你會想到一件事情 那2015年我們要該怎麼辦 那2015年我們要該怎麼辦 如果2014年都賺大錢 你當然會期望2015年 那你如果虧錢 哇 眼淚就一直滴 不必啦 真的不必啦 那為什麼今天會那麼高興 很多人說 老實你今天看起來 春風滿面喔 是養小五小六嗎 不是啦 也沒有什麼小二小三沒有 我實在告訴你 因為今天有很多會員 包括有很多朋友 都跟我講說 萬德哥新年快樂 不是生日快樂喔 是新年快樂 是國家的生日 要高興 為什麼一切都值得啦 因為你不會在 過年的時候 還要跟你交 你給我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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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高興這樣 我就勝過一切了 大家覺得開心 我就勝過一切了 為什麼 因為我在這一年 至少我在這一年 給你的是好的 你想想看 今年如果第四季 那成家量真的是可能 多年 成家量竟然還有300多億的 你是我的會員 你是我的會員 你可以為我作證 在這種這麼差的行情 我的total是不是賺錢 我的total是不是賺錢 還有 如果行情這麼差 我們都能賺錢 那請問一下 如果從年初到現階段 當然很好啊 我不要講很久 講太久 或許你不相信 我如果你說天邊的菜匙 我輸給你 你一定不相信 我就跟你講 我還有的持股 全國的觀眾朋友們 你如果看我的節目 一定說 哈哈 我知道 李旺 請問一下 李旺在全國的觀眾面前 我有沒有事先預告 我有沒有事先告訴你 這檔股票我們下個禮拜要做 當時是8月初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4個多月的時間 我們創造的利潤 你們都知道 我從212塊附近開始進場 跌艇 加碼 一直買 一直爆 一直買 一直爆 有很多人說 老師 好像9月份 你就沒操作了 贏了再轉單位 然後我有沒有賣 沒有 我甚至叫各位什麼 你一張都不能賣 因為我看好他的未來 到今天 大家都知道 我還抱有力王 為什麼我喜歡他 有一個原則 就像你喜歡萬德一樣 我誠實無私 我不會騙你 我股票在電視上 就算他跌停 我也會告訴你 就算我認賠殺出 我也會告訴你 因為我帶你進 帶你出 這是我 當一個分析師的責任 那今天2014年 最後一個交易日 很多人來跟我講一句 萬德哥 新年快樂 高興 因為你們不會像很多人 這樣說到白天的正地 結果讓你輸得破散 今年你會覺得很冷 因為今年有很多股票跌停了 跌停一根 兩根 三根 四根 五根 六根都沒關係 有得連跌十幾根 然後我在講這個 我不是要挑動你 我不是在刺傷你 我是要告訴你 如果2015年你有機會 如果你真的還有機會的話 你要記得 苦完了以後你要站起來 因為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因為從利旺 從基亞 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如果一個老師 他是誠實的 至少你在跟隨他 在做股票的時候 你就不會有很多的風險 因為他是一個據實以報 我要告訴你整個產業 我為什麼買它 什麼時候買它 我要告訴你我什麼進場 我要告訴你我加碼 我要告訴你我現階段還報了 我一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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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一年一個月 我通通告訴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哇 誠實 我不會去買那個跌停的股票 我不會去追 那些在天邊的股票 你想看當樹基亞 你如果看到我在飛插頻道 插帆頻道 從早上9點到中午1點半 所有的人都可以證明 每個人早上一開始就是 積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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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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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你都會背了 結果那股票掉下來 從天邊滾下來 像煙火一樣 你買的時候很高興一下子就不見了 你的財富可能你一輩子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 最可惡的一件事情 很多人都在講 最可惡的一件事情 當基亞從雲端上掉下來的時候 全國的分析師沒有人虧到錢 好 好像七月 你看看阿飄 股票從四百多塊一路崩跌到一百多塊 當時我告訴你什麼 我說你要買一個未來三年的股價通通給你的 未來五年的股價通通賣給你的 然後你為什麼不買一個真實的未來會後利的東西 就是另外 當初包括高雄 連高雄的貴賓寺 他傳真資料一看我就真的 整個人都非常震撼 一個貴賓寺買基亞 竟然可以買到蘇上億元 還不止一個 問我怎麼辦 所以你在電視上講的時候我們都不相信 因為從第一個分析師一直到一點半的分析師 每個分析師幾乎都跟你講生技果 跟你講他會飛天 他會飛到天上去 你如果沒有買 你一輩子都沒有希望了 結果他掉下來 結果掉下來的時候沒有人理你了 從來沒有一個人輸過生技果 可能嗎 又不是在演連續句 為什麼 這位是大家都看到貴了 竟然大家都有 流流的大家都沒有輸 誰輸 你輸 你要看電視的人輸 因為這些老師從來不跟你講說 我為什麼買 什麼時候要買 我要告訴你怎麼買 漲停盤就有了 跌停都說賣掉了 賣不掉他也說他沒有賣 都賣掉了 你相信嗎 所以說我為什麼今天講這個 今天是2014年的總結 有很多人 真的把一輩子的青春 奉獻給什麼股市 拚一輩子 我現在遇到很多老阿婆老阿嬤 都已經七十幾歲了 也沒剩多少錢 都要問說聖華怎麼辦 我說我不知道啊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不會叫你買聖華 我甚至我遇到一個說已經退休的 企業家 女生 她說她把生意交給兒子 她留大部分的錢她要拼聖華 我有講過這個故事嗎 這是真的啊 那後來我勸她 我不曉得她有沒有買 如果她買了咧 如果她買了咧 那今天怎麼辦 你未來的退休日子怎麼辦 所以我們買股票一定要買 她位階對的啊 產業對的啊 不是你老是說我長廳辦 你就有的那種 絕對不是啊 像在放煙火一樣 很高興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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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啦 你賭到你要拿錢 你要哭給誰聽 沒辦法 今年2014年 行情本來就不好做 本來就不好做啊 可是在不好做的過程之中 我要跟你講 你有沒有想到一件事情 如果每支股票都可以漲停盤 漲停盤 每一次都漲停盤 每個人都100% 每天都賺錢 每天都賺錢 沒有輸過錢 那幹嘛要當分析師 那不是要太可憐你了 那我自己來做就好啦 股票是要奮鬥的耶 股票是要分析的耶 股票是要操作的耶 那我請問你 那2015年你準備好了沒有 我們從50個 從100個 從200個 從350個 到目前我要挑戰500個 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什麼 你真的不用哭 因為股票市場 所謂的公平正義 抱歉 你要再去賭 股票市場的公平正義 是你要再去賭的 別人沒辦法幫助你 如果你受傷了 你去阿求任何人都沒有用 除非對方是犯法 你可以去告他 否則的話 輸去就是別人了 你股票市場 輸去就是別人了 不是這樣嗎 你看我以前曾經怎樣怎樣 過去啦 你未來的 現在過年了 吃團連飯 你跟你的家人在一起 你得到什麼 啊 今年吃比較壞 為什麼輸去 今年沒辦法去擠頭 為什麼 因為我叫老師怪氣 是這樣嗎 股票市場在操作 你要知道這個老師的過去跟未來 有人說我來搜尋 蔡萬德老師 你怎麼真的都沒用祭典 為什麼我有給人家祭典 因為我要告訴你 我的操作 我的理由 我現在要買什麼 我要告訴你 大家團結在一起 我們可能對 我們可能錯 對的時候 我們很勇敢 錯的時候 我們把它處理掉 就這樣而已 我從來不會告訴你 掌聽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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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呢 輸到一大會 那2014年過來 拿2015年你的機會 來啊 就來啊 大家團結在一起啊 為什麼 因為我今天受到了鼓舞 我今天很高興 我今天真的很高興 為什麼 因為我的會員都會跟我講 老師新年快樂 萬德哥新年快樂 為什麼 因為我跟你們在一起一年 你是我的會員 你知道我的操作 如果 能做的時候 我們盡量做 不能做的時候 我們幫你守 這才是股票啊 這才是人生啊 你要說人生一帆風順 你就不是說 養著金湯匙長大的啊 你如果咬著金湯匙長大 其實你也不會在股市裡面操作耶 不是這樣 你說我整十億來 整十億去 你股市裡面幹嘛啊 算了 好算喔 不會吧 那如果你真的要投資股市 你真的要買一檔好的股票 那我會問你 理由在哪裡 理由都要那個老師 如果要人家說 我這幾十年半你就有說 就有啊 就來講全國觀眾朋友 恭喜你 真的嗎 如果那麼厲害 每一次都一百分 那全台灣的錢給他談就好了 就是這樣啊 所以2015年你準備好了沒有 如果你的觀念正確了 2015年我告訴你 還是法人時代啊 那既然是法人時代 現在那2015年就是什麼 物聯王的實現年 你就要找機會 大家團結一起來 在什麼低檔買進 所以我交代我的團隊裡面 我的團隊裡面的分析人員 我團隊裡面的特助 通通是分析師 我就交代他們 一定要抓住物聯網商機 而且 你要先把股票準備好 你要努力的去摳 把公司的所有雜七雜八的 從過去到未來 這家公司到底成不成性 把我抓出來 那如果是對的產業 又是對的老闆 那如果位置就在低檔 如果他未來的產業 包括這一次譬如說美國的電子展 大家都在講說車車相連 像這一張 很多人都說 老師你要這麼厲害 因為我就跟你講說2015年 物聯網的應用年 它會包括什麼 它會包括車子 因為我們都知道 如果進程通訊的協定出來 它可以連結東西太多了 你能想得到的東西都可以連 那第一個大市場是會動的叫什麼 車子 那車子既然會動 它會成為一個獨立的IP 說一些東西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大型的手機 也可以把它當成大型的電腦 但是它會動 既然它有IP 所以它會有很多的坎路式的裝置 那既然它有很多坎路式的裝置 它就會有很多的運用 它很多的運用 它就未來的整個爆發力 就會很大 是不是 就像當初我在講力旺 很多人說 EPS沒有人搞出來 每個產業你如果都懂 你就知道說它的EPS 你怎麼去估的啊 如果一家公司你做西製財 一旦用了你的成本就cost down 它好在哪裡 它不用資本支出耶 它不用提列折舊耶 所以它的毛利率為什麼這麼高 它跟生機股不一樣耶 生機股你的藥 只有5%以下會成功耶 所謂新藥只有5%以下會成功 5%代表什麼 5%100%就是5% 5%是什麼 5%我就告訴你啦 如果有100個人 只有5個人會賺錢 叫5%啦 老師你的比喻不倫不列 那不是5%啊 如果信藥股只有5%的人會成功 噼噼噼噼 大家做信藥的都幾百塊 你不這樣爭小爭亂 不然這樣人人在2014年 在生機股打倒 有的人甚至把生家 生家通通賭上去 何必咧 所以我們在找股票 你要找說未來的前景 到底對還不對 可不可以實現啦 有的人說 新藥成功 好 我就賺 我就會這支股票 會賠天賺錢 真的嗎 怎麼沒賠了 有啦 賣你的時候都會飛啦 這一支比明年 它值100萬 然後我現在賣你120萬好不好 你為什麼要賺錢 很多人都會說 老師你的比運我們知道 我們有賺錢 你就會賺錢 它值100萬 而且是明年值100萬是你說的 你幹嘛賣我120萬 你買平達120萬 有的人找到這裡說 不是平達20萬喔 是平達120萬 因為它根本不只有100萬 那我幹嘛賣你120萬 生機股很多不就這樣嗎 好 那立望不是啊 既然他沒有資本支出 信要要不要資本支出 要啊 所以你要懂 為什麼立望我把它看得那麼好 為什麼你看他從80幾件的專利一直賣 賣到300多件 400多件 500多件 700多件 所以他未來的EPS 你大概可以粗略的看到 因為他不用提類的折久 不用大幅度的資本支出 因為他的毛利率那麼高 他的盈利率那麼高 所以他未來的EPS會很高 那如果他未來的EPS會很高 就代表現階段的本益比很低 買不是買本益比在高的時候嗎 很多人說 現階段只賺了幾塊錢 結果300多塊 所以本益比很高 錯 因為你羅幣跟未來比現在本益比非常低 你懂吧 所以你懂 你2015年就要準備好 抓住另外一波奇蹟啊 然後我們跟你找的股票一定很簡單 我不會到你最高 我會找本益比不錯的 我會找未來有成長性的 真物聯 像金鴻是不是真物聯 你知道什麼叫真物聯嗎 就是真正有在做的 既然有在做 未來的EPS就能貢獻出來 未來的EPS如果可能貢獻出來 如果未來的 所謂的物聯網 它真的能實現的話 那我請問你 未來這種股票的股價會不會反應過未來 會 既然是這樣低檔的時候你為什麼不買 你想知道嗎 我們接下來鎖定的股票嗎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接下來再來分析 紐約 東京 香港 世界門戶交通致富 台北車站十分鐘 錦鄰新莊副都心 三高三節四特塊 五股周紫陽果市政中心 入主世界富 人生有財富 周紫陽中央特區 世界富 8292-7000 股票 期貨 選擇權 盡在聯華 我們有展新的分析團隊 我們有領先的投資工具 讓您縱橫湖海 無往不利 聯華頭部給您最安心的托付 恰循專線 02509-6777 02509-6777 創新的思維 領先的策略 全新專業聯華團隊 給您國際化的視野 讓您體現最優質的理財國五 入會專線 02509-6777 不要懷疑 擁有美好的將來是您的權利 聯華頭部能因敵變化而取勝 專業聯華國際事業 服專線 022509-6777 2509-6777 我最喜歡從Datty媽咪出去玩了 但是以前開車出去都搭好三車 不過2013年開始不一樣囉 因為有神奇的交通書運 在車上可以好好休息 下車我們就可以開新玩囉 爹地說他終於不用過翻上牌 把手手留給我和媽咪咯 多搭車 少開車 交通書運乘上無限的幸福 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都知道 如果2015年到年底的時候 你們還跟我講說 萬德哥生日快樂或是新年快樂 很高興 代表我一年的努力你們肯定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會跟你介紹 這些物聯網的相關 很簡單 因為所有的研究機構都知道 它未來的成長力道很大 然後為什麼講金鴻 因為你看到這張海報 它是直做的 然後如果它是可饒式的面板 高十度 重不重要不重要 然後如果它是一個可饒式的 所謂彩色電子書 它就是一個廣告 它就是一個廣告 很多人跟你講說NFC NFC只是一個裝 一個所謂進程的一個通訊協定而已 那如果是這樣它可以做什麼 電子錢包 它可以做什麼 門禁 它可以做什麼 它可以做海報 它可以做什麼 可以做遙控器 它可以做什麼 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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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做什麼 做的事情很大 那如果它只有電子錢包夠嗎 不 廣告也很大 它廣告也很大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 為什麼我們會講金鴻 因為它是真的有在做 為什麼我們會講台加鎖 未來車子 包括這次的電子站 你想想看 為什麼會有3D大標兩倍多 哇 3D我知道以前叫金鴻 以前叫什麼那個大腫 以前叫那個什麼 為什麼長那麼多 因為每一次電子站 都要告訴你未來一個趨勢 那新階段未來的趨勢 告訴你什麼 啊 車子啊 那你準備好了沒有 你準備好了 物聯網 衝馬集中 位階低 底部騎掌的 500位 原來2015年我們做大一點 我們來團結一點 我們把所有的賞戶們 所有你被欺負的人 我們團結在一起 500位 我邀請你 底部騎掌府 今天的節目 請你到這裡 下週一再見 本圖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現在這個時機 什麼都斤斤計較 省電費瓦斯費 一樣要有訣竅 能效標示五個等級 急速越低越省錢 冷氣就換新 選用能效一級 電費省很大 還有廚師機 電冰箱 瓦斯爐 熱水器 燈好也一級 小小投資大大回報 這樣都好像是錢掃 還不是為了節能 能效標示看清楚 節能省錢有一套 股票 期貨 選擇權 近在聯華 我們有嶄新的分析團隊 我們有領先的投資工具 讓您縱橫無海 無往不利 聯華頭部給您最安心的托付 洽詢專線 02-2509-6777 02-2509-6777 創新的思維 領先的策略 全新專業聯華團隊 給您國際化的視野 讓您體現最優質的理財國務 入貴專線 02-2509-6777 不要懷疑 擁有美好的將來 是您的權利 聯華頭部能因敵變化而取勝 專業聯華國際事業 如專線02-2509-6777 2509-6777 股票 期貨 選擇權 近在聯華 我們有嶄新的分析團隊 我們有領先的投資工具 讓您縱橫無海 無往不利 聯華頭部給您最安心的托付 下屏專線 02-2509-6777 02-2509-6777 一紙舊世界 天安 every day 爸 你看 你看